好 来看看这个似曾相似的抗议场景 原来是大陆海协会的副会长张明清啊 来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 那么绿营的人士呢 聚集在张明清下台的饭店前对他呛吓 并且跟警方发生了拉扯冲突 绿营人士呢开来了一辆宣传车 准备向张明清呛吓 好 不过呢 他们直接啊停在饭店门口的红线上 警方这个时候以妨碍交通为由 要把车辆调走 但是抗议的民众却不肯下车 就如此之般的跟警方发生了肢体的拉扯 最后呢在优势警力之下 抗议人士还是到了警方驱离了 最后也只能够将宣传车给开走